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蒋维平 今天是7月10日 除了有关郭文贵、刘晓波的一些新闻之外 网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 这一两天,国务院有关部门宣布 黄岐帆,也就是重庆市原来的市长 黄岐帆被免去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虽然这个职务是个虚职 早晚都要免去 那么这次免职,我觉得他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说宗纪委上级有关部门 对黄岐帆的擦出可能更近的一步 黄岐帆离他自己垮台 这个目标恐怕不远了 那么我们知道2010年4月21日 曾经有一个重要报道给广大读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就是黄岐帆在薄熙来唱红打黑那个年代 为了巴基薄熙来 讲了很多凌人肉麻的话 他曾经说他和薄熙来两个人合作 如鱼得水,很来劲等等 那么后来发生了薄熙来事件以后 他又反过来 在网上发表了有关他带领了一些重新的官员 到成都去追捕王立军的一些故事 通过凤狂网也做了一些报道 后来这些报道都已经删除了 那么这些事情都充分说明了 黄岐帆是个典型的两面派 是一个没有原则 做人没有底线的 令人看不起的这样一个官员 那么黄岐帆本身还有很多的腐败问题 我以前写了很多文章 那么主要是讲到他的儿子 一个是在从刚集团里面 他垄断了从刚的矿石资源的进口 同时还有和从庆粮食集团的勾结 在海外也从事了一些非法行动 总之目前这些事情都在宗基伟的视线当中 六朝元老的黄岐帆在从庆任职事件漫长 留下了很多的嫡系和私打 也留下了很多贪污受贿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那么宗基伟正在加速的擦除 特别是近期重新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原来公安局局长何廷 和原来的副市长穆华平 两个人已经被抓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迟迟的不披露真相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推测是他们在坦白交代当中 设计了很多中共的高官 那么这些证据还现在还不能最后擦拭 那么何廷本身是公安局的一个重要领导 本身具有空前反侦查能力 所以对他的审讯查出了异常的艰难 那么穆华平这个案件又涉及到了一些 离奇古怪的一些故事 所以目前可能还有一些难度 而且更重要可能涉及到这个黄岐帆 因为黄岐帆在从庆干的时间太长 只要有些官员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牵扯到黄岐帆 不过黄岐帆也有流利的地方 就是说他本身和江派江泽民 还有曾信鸿 乌邦国 上海这些人 就是中国腐败的大本营这些 中共高官有千丝万人联系 这些都给查处他的问题增加了障碍 而且他在从庆事变发生之后 也就是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 上级派张德江第一时间赶到从庆去工作了大半年 那个期间张德江可能和黄岐帆的关系出的也比较好 黄岐帆给我们留些印象 当时也向着张德江表决心流眼泪 也感动了张德江 那么可能在经济上和张德江有千丝万缕的一些交易 那么现在这些事情都给宗纪委查处 黄岐帆增加了很大的麻烦 而且我们知道宗纪委书记是王岐山 王岐山过去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就和黄岐帆有一些矛盾 那么宗纪委他曾经在回头看当中 主要的盯着目标就是黄岐帆 到现在为止但是还没有拿掉 这个不倒翁 六朝不倒翁 可见黄岐帆是这个中共腐败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顽固分子 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拔掉这样一个毒瘤 不过从今天国务院所散发的消息可以看出 免去他最后这样一个职务 可能就离整肃他前进的一大步 那么关于黄岐帆的事情 今天就简单的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